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單元我們要來講中斷來源的介紹 中斷來源的介紹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Interrupt Sources 中斷的來源 中斷在我們的DSP或者是一般的控制晶片裡面 中斷非常的重要 所以中斷的部分各位同學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這個單元是要講說哪些事情可以中斷 哪些硬體可以中斷 什麼樣的狀況可以中斷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張投影片會顯示有一個圖 它會顯示說有不同種類的中斷來源 它是被多供的 被多供的在我們的2810跟2812的裝置裡面 好各位在這個TI的DSP裡面 因為型號不一樣 型號不一樣 因此它裡面會有些微的不同 這個各位你的這個說明書 它的英文說明書一定要仔細的去閱讀 像現在很多有一些比如說有翻譯的 好那如果你如果不是用最新的晶片的話 那你可以找 比如說前一代前兩代的這個晶片 然後你可以找到它相關的 比如說英翻中的一些這個書籍來看 好那你先把基本的這個觀念了解清楚以後 那新的晶片其實觀念上不會差太大 好那可能就是比如說語法上不太一樣 或者是說它的這個表現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它的應用的方式一定是都是差不多的 好所以你可以去翻一下舊的書籍來看一下說 它的這個原理大概是怎樣 通常都不會差太多 這個多工這個多工的這個法則呢 它呢不見得一樣的 好在TI的這個晶片裡面 它不見得是一樣的 好所以呢你必須要看你的Data sheet 你的說明書去找到你現在用的那個晶片 好這個這個你要注意喔 好它有可能因為它為了簡單方便 所以呢它有可能把一系列的晶片 有可能就是用一本說明書來代表 好那裡面它可能會特別寫說 這個是2812 only 這個是2810 only 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中段的來源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訊號流 各位你可以看這個訊號流 都是從右邊到左邊 OK好那左邊呢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CPU的核心 C28X CPU 這個是它的核心 那接下來我們先大概看一下 你看這邊有 INT1到INT12 好然後呢有13 有14 然後有一個NMI 好各位中段對於CPU 對於老闆來講 中段就是這幾個而已 重要的事情就是這幾個 INT1到INT12 INT13 INT14 然後到NMI 接下來呢就是要分層負責嘛 好那比如說這個就像總經理一樣 這個叫PIE 叫做中段擴展模組 中段擴展模組 那這個中段擴展模組呢 它主要是在擴展什麼 就是在擴展一些周邊 因為我們的這個DSP它的周邊很多 因此呢 它一定要設定一個管理 專門在管理這些周邊的一個模組 就像一個一個Leader一樣 它就是專門在管這些人 好 那我們可以繼續看一下 除了這個PIE之外 其他的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管理者 好那我們就先從這邊看起 好PIE這邊呢 總共你可以看到有這邊 有這些東西 好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好那這個呢 最多的這個 Peripherals 這個周邊 這個周邊有什麼SPI SCI MCBSP CAN EV ADC 我的周邊都是在這邊 把它弄成一個群組 然後呢 產生中段 OK 產生中段 這邊呢有41個中段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下面這個 Watch Dog 跟我的Low Power Mode 這個就比較不是屬於周邊的東西 這個是屬於 比較內建的核心的 這個一些機制的東西 好那這個中段呢 有 Carmen Go 有低功耗的模式 然後呢 它 合成一個 合成一個中段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GPIO的這個部分 好 GPIO 那GPIO呢 就是說我的這個DSP 它除了一些 它除了一些周邊的角位 它除了一些周邊的角位 什麼SPI SCI 然後CAN EV ADC啦 好那它最多的一個角位 就是什麼 就是GPIO GPIO 那這個GPIO主要就是 它有很多的角 那這些角可以讓你去定義 這個我們有介紹過 比如說這個SCI的角位 這個SPI的角位 你可以把它定義 ADC的角位之類的 好那這個GPIO呢 它呢 就可以被定義 好那 因此 這個GPIO 它呢 有 外部的 External INT INT1 還有一個外部的 External的INT2 然後有一個角位是 ExternalINT13 這個呢就是 不可遮罩的 這個不可遮罩的一個中段 好那這個中段呢 這個中段有一個 有一個中段控制 然後呢 送到我們的PIE裡面 INT2一樣有一個中段的控制 然後呢送到我們的PIE裡面 好然後呢 GPIO這邊介紹完了 接下來 這邊周邊大概都差不多了 好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Timer 012 Timer 012 好那這個Timer 0呢 它呢是在這個擴展模組裡面 它的中段是送到擴展模組 那Timer 2呢直接送到INT14 所以它的這個優先權算是就比較大 好那Timer 1呢 好Timer 1送到這邊來 那各位這個是多工器 多工器就是可以選擇 所以呢 這個Timer 1 這個Timer 1它跟什麼去做做選擇 好這個部分 這個 所以這個呢就是XINT13這個部分 所以它會去做選擇 然後呢 最後還有這個就是不可遮造的中段 不可遮造的中段 那它有一個機制 就是這個AND 這個AND來決定說 它最後是不是一個 不可遮造的一個中段 好那各位 所有的中段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 各位 應該不難 然後呢 你可以把這個圖形 再跟我們前面有單元 介紹過 我們的這個中段的這個流程 它的流程是怎麼樣的 然後它的暫存器有用到哪些 那個是比較細節的 那這個部分就是屬於比較觀念性的東西 我的中段的來源是從哪裡來的 好 周邊 Watchdog 低功耗模式 GPIO 然後我的Timer OK好 那這些呢 就是我的中段的來源 所以各位你要這個對 對這個DSP裡面 TI的這個DSP裡面 它的中段的種類 要有點概念 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一個注意事項 在我們的GPIO的多工 External Int1跟Int2 還有這個Namaskable的這個訊號 它是Synchronize 就是同步的意思 同步的意思 然後呢 Optionally就是可以選擇的 Qualify 就是我們什麼 輸入限制 有沒有 它呢 就是說 你可以 去 我們這個User 我的使用者 可以去 程式化它 可以去程式化這些 中段的角位 也就是說 我要 我要 我要規定它說 欸 你外部的這個 這個訊號 要超過幾個Clock 我才把它當做是一個訊號 這個就是輸入限制的 一樣的意思 這個呢 可以由我們的使用者來做決定 OK 好 This filter All glitches from the input source 那這些呢 就是從我們的這個輸入來源裡面 去抓出來的 好 然後呢 各位你可以到GPIO的這個多工的這個段落 我們的這個說明書裡面 你可以看它比較細節的一些東西 OK 好 第二個 這個 Wakeint 這個input 它呢 必須要 同步 它必須要同步 用什麼同步 System clock out 這個 在 before 在什麼之前 Fade to the PIE block 在它呢 被輸入到這個PIE block之前 好 各位你可以看這個 Wakeint 這個 這個呢 它呢 在輸入到這個PIE模組 之前 它必須要先被同步 必須要先被同步 好 各位那這個同步的觀念 希望 因為這邊剛好有講到 那我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數位訊號 數位訊號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它的訊號需要同步會比較容易一點 比較不容易被搞錯 也就是說同步的意思就是 時脈過來了 然後呢 大家就開始動作 時脈還沒有來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動作 這樣子 比較整齊劃一 會比較 比較設計上會比較容易 所以在數位的這個控制上面 數位算是比較簡單的 那類比的部分就比較難 因為類比啊 它還要考慮很多的因素 比如說你的溫度濕度 因為這些外在的因素可能會影響到你的電路的這個穩定性 所以你必須要去做一些補償之類 比如說溫度到達了幾度之後 你就必須要做一個補償 那你的電路就必須要去修改 所以只要你的這個設定啊 如果跟你這個環境是不一樣的時候 那你就容易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是數位控制上比較方便的地方 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說 比如說我在台灣生產的 就像這個比如說車子好了 台灣的天氣是屬於比較炎熱 濕熱 然後呢 你送到別的國家去 那別的國家假設 比你這邊更熱 或者是比你這邊冷 那這一台車子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表現 因為如果你送到更熱的地方 它有可能容易燒掉 那你送到冷的地方那就沒有問題 因為溫度就降低了 那車子就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說歐洲的車 有一些車你可能送到台灣來賣 容易有問題 因為他們的這個溫度上的設計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數位跟類比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單元講到這個中段的來源 中段它的來源有哪些 好我們這個單元是講到中段的來源 那各位同學你要大概了解一下 這個中段的整個流程大概是怎樣 然後它的來源有哪些 好那我們這個單元就講到這裡 好嗎 對 各位同學